這需要來關心全臺到時降為二級警戒之後 宗教活動在繞境境相依舊不開放 但是可以舉辦普渡活動 下個月就是中元節 中部有不少廟宇也改採線上報名的方式 像是渡港的地藏王廟 已經超過四千人報名 四層樓高普渡潭 五千桌普渡桌 在大街上一字排開場面超壯觀 分為七大共平區 還有著名的節肉山 正是雲林湖偉知名的中元季 今年碰上疫情縮小規模舉辦 避免群聚今年中元季不辦平安宴 不設攤販 著名的肉山冰雕炮城也不得擺設 仇神戲台可以表演 但不開放民眾觀賞 來彰化陸港天后宮和定藏王廟 也照常舉辦普渡活動 通通改採線上報名 其中地藏王廟舉辦長達六天的送金法會 已經有四千多人報名參加 公平部分由廟方統一準備 不讓信眾領回 活動結束後再由廟方分送給肉質團體 即使中央放寬限制 戶外以一百人為限 不過廟方還是拜託大家 非必要不要到場祭拜 今年放水燈的這個科儀照常舉行 只有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也希望香客要過來參與 只要在岸上觀看就好了 而在海中大閘戰人工 普渡活動主要也採線上報名 一樣呼籲信眾不要到場 由廟方幫你拜 希望說普渡的話讓大家都平安這樣 有時間來我就會去拜了 隨著疫情循環 7月27號正式降為二級 普渡活動中部標語有共識的縮小規模 不鼓勵民眾到場 畢竟疫情當前健康平安最重要 普渡宴請好兄弟有心就好 戒中部做不到 8月8日